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不要吃 过了一会 他看我一筷子都没夹 又劝道 这个茄子 我做了酸甜口的 我记得你可爱吃糖醋味的了 尝尝看吗 老公成森还在吭吃吭吃地吃饭 我又说了句 妈 我不能吃 最后 他看我实在没吃 直接上手夹了一筷子 放我碗里 你看成森吃得多欢 你再不吃就没有了 我筷子一摔就下桌了 我婆婆险些当场流泪 他向他儿子哭诉 照顾我们多扫不容易 我老公一口气喝完碗里的汤 才说道 你明明知道 他不能吃茄子 还非要做 人家能乐意吗 哦 原来他不拢也不瞎 差点误会了 再来说 前几天我家的通宵的班 早上回家吃一大家子正吃早饭 我没什么胃口就没吃 当着所有人面说了句 我睡觉去了 直接起来吃晚饭 都别叫我呀 结果我睡得正香呢 敲门声就响起了 我把同盟在被子里 假装听不见 想着等回就不敲了 谁知道 外面越敲越殆尽 大有我不开门 事不甘休之意 我还听见我公公在客厅说话的声音 孩子在睡觉 不是叫你不要喊了吗 我婆婆喊了一声道 她都没吃早饭呢 就这样睡了 一点都不健康 我刚下了馄饨 叫她起来吃一点 我被吵得头疼死了 拿起手机一看 早上十点 我七点半才进房间 她一边敲一边喊 叔叔啊 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馄饨 咱吃过再睡吧 快起来呀 叔叔 你这胃里都是空的 等会起来能好受吗 听妈的话 妈总不能害你吧 叔叔 叔叔 老头子 你去找把钥匙 这孩子别饿晕过去了 我被吵得没脾气 门一开 看到我公公的关切 又带有慈爱的眼神 一肚子活 也没好意思发 我任命地坐在餐桌上 吃了一口馄饨 刚吃下去 我就呸了一口全土出来了 好家伙 猪肉大葱馅的馄饨 我拍了张照片 发给承森 你妈十点喊我起来 吃大葱馅的馄饨 承森回复得很快 哈哈 我妈肯定忘记了 好心办坏事了 但是妈妈做饭了 你还是要适当表示下感谢的 嗯 我谢谢你全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这人对西梅 杨梅这类水平特别敏感 只要稍微沾上点汁水 就会拉肚子 所以我平时对这些水果 都是碰都不碰的 昨天刚一进家门 我就瞧见我老婆婆 拎着一篮子 杨梅进来了 喜滋滋地对我说 叔叔 新鲜的杨梅 刚刚才从车上下来 我就去挑了一篮子 妈洗给你尝尝 我老公凑上来说了句 好像是不错 我没多说什么 我相信 这个家里没人不知道 我不能吃这碗衣 曾经有那么一回 我不小心喝了口杨梅汁 拉西拉了三天都没止住 人都虚脱了 最后去医院挂了三天水才好 我婆婆吃饭的时候 就把那杨梅放在餐桌上 我公公回来后看到了 立刻端回厨房里 等我回到餐桌上的时候 又被端了上来 哎 怎么还在这 叔叔不能爱这碗衣 我老婆婆 择了一声道 那杨梅汁里面都是防腐剂 不新鲜的喝了 肯定拉肚子 我这不一样 我这刚从果园回来的 我把碗拿离远了些 说道 更新鲜的也吃过 越新鲜就越不舒服 妈 你们吃吧 我婆婆叹了口气 说道 受罪哦 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吃不了 等到吃完饭 全家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时 我婆婆端出一杯温水递给我 我看那颜色有点发紫 便好奇地问道 这里面是加了什么 养生的吗 我婆婆立马道 杨梅泡的水 杨梅你不能吃 泡的水你总能喝吧 我实在不懂 她为什么就是听不懂人说话呢 可她又分明能听懂她儿子和她老公说的话 我没喝那杯水 可还是拉了三天的肚子 我严防死手下还是百密一书 她用装杨梅的碗给我带饭菜了 毫不知情的我干完了一整份 正巧公司来人巡视 频繁地上厕所 生生地影响了我的工作 领导勒令我三天内去总部述职 这下我是真的不能忍了 我那天回到家看到承森还在吃杨梅 我上去就把那碗全倒了 她顿时就跳脚了 从沙发上窜起来问我什么意思 明天我要去总部述职 机票和住宿自理 季度奖金减半了 这两个月的房贷我不出了 承森前几年上岸了公务员 她妈妈因此还想拿捏我一番的 哪曾想到她儿子稳定是稳定 但稳定的不高 公积金倒是实角 关键根本没多扫 每个月房贷还要自己贴六千 而我在外企做成本会计 福利和待遇都是顶尖的 我嫁过来这几年 家里的开销大部分都是我在处 连承森的这套婚房 是我一直帮忙在供的 她听到这立马急了 她那到手刚好五千的工资 根本还不了房贷 怎么会突然要数值 又怎么会讲经减半的呀 我把包扔在桌子上 冲着承森喊了句 你去问问你妈做了什么呗 我婆婆正巧打开厨房门 听到这一句 二话没说开始哭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诉说自己把承森拉扯 大多么不容易 结婚了还要上赶着伺候而喜 结果还不落个好 哭得那凄惨样子 还以为我公公亏待她了 可据我所知 我公公是十里八村 公认的好男人 不仅顾家还能挣钱 不然承森买这套房的首付 以及跟我结婚的钱 哪里来的 我婆婆可是一天班 也没上过的 我可不吃她这一套 妈 你别说我好像白让你伺候了 当时我妈说 让我家保姆来做饭 是你说不用不用 把保姆的钱给你就行 你来做 我每个月都给你打 四千块生活费的 我婆婆还在哭哭啼啼的 我老公在一旁 小声的又是哄又是安慰 行了 难道你准备给点生活费 就在我家当公主啊 公主吃毒苹果晕倒了 我喝羊梅汁酱心了 确实同病相连 我老公听到酱心 还是有点着急 他问道 真扣钱了 怎么会呢 我婆婆自从听到我说 羊梅汁之后 表情就有点不自然了 眼神一闪一闪的 心虚得很 对呀 你问问你妈 是不是拿装羊梅的碗 给我装饭了 见她儿子也看着她 她有点不高兴到 吃完水果的碗 都是干净的 我就懒得喜了 我一共装了两份饭 谁知道你就刚好拿了那一碗呢 承森不解到妈 饭不是你装进去的吗 我跟叔叔的饭包也不一样啊 哎呀 那我肯定是记错了吗 难道我还会故意拿着那个碗 给他用吗 再说了 哪有人这么敏感的 碰到点汁就不行了 退一万步说 咱不是为了省点水吗 哪知道他就那样了 承森听完之后 还觉得挺合理 于是对着我说了句 妈也不是故意的 出发点是好的吗 下次咱们都再注意点就行了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娘俩一唱一和的 慢条思理地说道 嗯 我理解 等承森明显松了一口气后 我接着说道 但我这几个收入被削减 不能帮你还贷款了 也希望你理解一下 还有妈 你的生活费 这几个月 让你儿子付给你 说完这两句 我搅一抬回房间了 留下承森一声哀嚎似的 妈 你看你 你看 刀子挨在谁身上 谁才知道痛 那我们就比一比 到底谁才会最痛好了 这次的经济制裁 倒让我婆婆 消停了不少日子 她不再针对我做些什么 但面对我老公和公公时 总忍不住抱怨 不是今天想去按摩的霉 舍得办卡 就是昨天去了家里发店 人家宰客 公公不解道 我不是刚给了你五千块钱 你该用用了 那哪里够啊 人家充个卡 就得八千 乘三也跟着复合还挺贵 我点了点头倒是挺贵 我这次扣的钱 刚好够你办五张卡 她终于住嘴了 乘三也终于不负荷了 这太平盛世 是我想要的 结果两个月还没到 乘三开始在我面前哭穷 问我能不能支援她一点 叔叔 这个月房贷 你能出一下吗 我真快顶不住吧 我爸都支援我五千了 我实在开不了口了 我盯着她看了许久 我实在想不通 这么窝囊的男人 我当初是怎么看上她的 我记得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在互联网行业 做得风生水起 当时我爸还说 这行业好 有前景 将来不愁养不起家 一转眼她就给辞了 因为她妈妈说 公务员好 考上公务员 回老家也有面子 于是她脱产备考了两年 考上了现在的单位 开始了入不敷出的日子 我爸又说也行 公务员稳定啊 将来你工作有点变动 她也能撑一撑你 她能不能撑一撑我 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还挺烦她的 交房贷也行 你能保证你妈 不要再作怪吗 她撇了撇嘴说道 不至于不至于 我上次已经跟她 深刻地交谈过了 她肯定不会再犯了 她最好是 真不是我不信任她 只是这老太太 官会搞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老公的亲哥哥 已经被她逼得 带着儿子和媳妇 躲到新疆去了 成森的哥哥成林 比她大四岁 早些年 娶了个新疆女孩 想着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本来单独过 其实也没什么 可坏就坏在 俩人结婚没多久 我那大嫂就怀孕了 这下好了 我老婆婆名正言顺地 借着照顾她的名义 强势地介入她的生活 说了不能闻味道大的东西 人家一个榴莲 一个榴莲的网家班 都说吃这个好 吃这个长胎 妈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说了有十五摘戒的习惯 到了那一天 她能做出八样头 那都是以前人的老皇帝了 现在谁还摘戒 而且你还怀孕呢 而这对孩子也不好啊 说了那一裤可以自己洗 她非要给你放在洗衣机里 一起搅了 哎呀 专家都说了 洗衣机是最干净的 比手洗要干净得多 到了孕晚期 嫂子说 妊娠期血糖有点高 不要能吃糖分高的水果 由于我公公是糖尿病患者 所以全家都懂这个 结果我老婆婆 就是要买两个哈密瓜 回来切了 劝我嫂子吃 等辛辣刺激的食物 怕刀口增生 结果那鱼汤里的生姜 都快比鱼多了 炒蔬菜里面放了 大把大把的蒜 大哥臭骂了好几次后 终于看不见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 只是你看不见了 人家做好之后 把生姜和蒜都挑了出来 一个月不到 嫂子的刀口就增生了 等宝宝长到六个月 能加腐蚀的时候 发现脉肤过敏 第一次吃米糊的时候 就进了抢救室 从那以后 嫂子就明令尽致 千万不能让她吃任何 还有面粉的东西 但我老婆婆就是不信邪 偷摸着就要胃 被嫂子拦下好几回 还要辩解说就一点点 这辈子都没吃过面粉 多可怜啊 咱们北方人 怎么能不吃面粉呢 我还没听说 谁吃面粉吃死掉了呢 也许是这个死字 彻底激梦了嫂子 她在家发疯 又哭又闹 以跳楼威胁要离婚 最后是大哥给她下跪了 并答应 立刻跟她一起回新疆生活 这才消停 等大哥大嫂去新疆生活了之后 家里只剩下我老公和她爸妈了 他们应该是在一起 过了一段相当不错的日子 直到我嫁了进来 一开始也没有一起生活 我跟程森搬进了 她爸妈为她准备的婚房 每个月去他们那吃两次饭 几乎每一次去之前 都会问我想吃什么 然后从来没有在她家饭桌上吃到过 不是 哎呀 今天我去看了 小牌一点都不好 就没买了 就是虾涨价了胃 一斤虾好买三斤鱼了 算了算了 再不然就是这个菜我不会做的 回头让你妈妈做给你吃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我把我想吃的告诉程森 就说是她要吃的 嗯 回回都吃上了 包括上回我故意说了个佛跳墙 她妈硬是在家倒过了一礼拜 还真让我吃上了 后来我妈看我和程森都不会做饭 准备把家里的保姆让给我 我老婆婆才跳出来说 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帮我们做饭 我早就听程森嫂子说过她的光辉事迹 根本就不想跟她一起 结果是我老公公出面说服我 她一直对我挺好 我不愿意服了她的面子 加上我爸妈又一直说和 我只好答应了 没想到这就是我糟糕生活的开始了 我后悔死了 现在每天满脑子都是怎么逃离者这样的生活 我实在受够了 每天鸡同鸭奖 以及不作为的丈夫 在这之前 我完全没发现 程森是这样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 她把我和婆婆之间的所有矛盾 都独立在跟她之外 每次发生争端的时候 她都会先隐身 等到装不下去的时候 再来当个礼中客 或者是端水侠 不是劝我冷静一点 就是劝她妈嫂说两句 顺带再倒地绑架我一下 然后她还继续美美地过着 妈宝男的生活 我只能说长得丑想的美 我妈听说我在程森家受了委屈 气得一蹦三尺高 不管三七二十一说 要去挥挥这个老巫婆 我爸发挥了她家庭主心骨的作用 先安抚了我妈妈 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其实程森这个人还好的 主要问题是出在她妈妈身上 我建议你跟她好好聊一聊 或者你带到家里来 我跟她说道说道 不要一着急上火就要离婚 看到爸爸妈妈 期待和关切了眼神 我实在不好直截了当地说 我就是不想跟这个人过了 毕竟当初这人也是我自己挑的 还是有点不甘心吧 毕竟以前跟她妈分开住的时候 我俩也挺好的 结果这边想着先忍耐一番 等回去之后 跟程森商量分开住的事情 那边程森她妈妈又开始作妖了 我跟程森正在外面吃饭呢 她先给我打来电话 叔叔啊 你给我买的那个电动车 怎么好像冲得进去店了 我一边吃饭一边回她 那你推到社区门口的店里 我在那买的 你让她看一下 她像是没听见似的 继续对着手机说道 她为什么冲不进去店啊 叔叔 你是不是买的不对啊 她有几个电池来着 妈 我也不是修电动车的 您推到门口 让专业的人看下就完事了 哎呀 你说是不是充电器坏了哦 我去物业借个充电器来看看 我有点不耐烦道 你问我也不知道的 你推过去让人家帮你看看 她还在那边说道 我看这灯是绿的 应该没坏吧 但为什么就是充上电呢 在我快要崩溃之前 她挂断了电话 坐在我对面的程森的电话又响了 程森刚刚目睹了全过程 此刻也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 她妈刚说完她就回答道 拖到社区门口 那家店可以修 我清楚地听见 她在那边说道 哎呀 早讲啊 我刚刚问了叔叔 他半天也说不明白 不然我不早修好了 程森有点尴尬地挂了电话 说道 估计刚刚就是没听清楚 我一喊 她就听见了 下次你说话别那么小声 她听不清 等会做得不对 你又埋怨她 嗯 看来还是要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才有效果 不然永远这么疼不痒的 永远都不会有改变 这就敢巧了 正好程森要升职了 程森在这个岗位 已经苦熬了五年了 这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晋升 她一直很谨慎 谁都不敢告诉 连她妈妈都三见其口 更巧的是 我也要升职了 上次去述职 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打算破格提拔我 我在家里接了个电话 正巧聊到这个事 于是我婆婆便跑来问我 我顺势就承认了 是的 公示期七到十五天 等过了这段时间 就能入职了 妈 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 哎呦 我又不出门见人的 我能告诉谁 对了 你大意他们也不能说吗 我摇了摇头 特别严肃地说道 不能哦妈 万一被有些人知道了 去我公司故意使坏 那可就升不了职了 那你舅舅呢 我压着耐性说道 任何人都不能说哈 舅舅难道不是人吗 我话得这样难听又严重 可第二天晚上在饭桌上 她异常兴奋地说 哎呀 叔叔 妈太高兴了 忍不住把你要升职的事情 告诉你大救他们了 他们都为你开心呢 都是承森娶你 真是娶到宝了 承森抬头看了我一眼 赵丽没说话 我筷子一扔 就发起火来 我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 为什么转头 就告诉别人 哎 你舅舅能算别人吗 那是承森除了爸妈之外 最亲的亲人了 你升职 大家都为你高兴的呀 等你公事期一过 到时请大家吃饭就行了 你舅舅说了 等级不用太高 香香酒楼就行 香香酒楼一桌起步就得六千块 还真敢开口 承森听到公事期三个字 顿了一下 问我 你们公司也要公事 会有考察期吧 七天的样子 他若有所思地 在桌边坐了一会 看着我跟他妈妈 吵得人仰马翻 一句话也没说 就进房间了 第二天 回家他就发了疯 他一回来 就冲进厨房 跟他妈吵了起来 我回来时 两个人声音大的 都要把房顶先了 他爸爸着急地对我说 叔叔 你快来劝劝 承森一回来 就跟你婆婆吵起来了 我听半天 也没听明白 这次不用我说什么 承森对着我就吐槽道 你前天盛世跟我妈说了 你要升职的事情 估计他把考察期 听成公事期了 回我舅舅那边一说 不知道被哪个杀千刀的 立马就猜出来 是我要升职了 辟了几张照片 发给我领导说 我私生活不检点 本来就四个人竞争 一个岗的 领导问都没问 直接把我吓掉了 我婆婆满脸不服气的 站在那还要变成 叔叔当时说的 就是公事期啊 我不可能听错的 我望着他问道 这重要吗 妈 就算是我说错了 那当时 我有没有跟你说 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怕节外生枝 他嚷嚷道 那我哪里知道 是萱萱要升职啊 我要是知道是他 我打死也不会说的呀 他说完这句之后 我公公都震惊了 他在一旁道 难道是叔叔你就能出去胡咧咧了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孩子们的事情 你不要掺和 你非要不听 现在惹出祸事来了吧 我在一旁委屈万分道 他哪里是不听别人说话 他就是单单听不懂我说话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话要是他儿子说的 他能当个圣旨遵守 我说的那就是放屁 我能不能升职加薪 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我公公在一旁左右为难 一边是狂怒的儿子儿媳 一边是委屈的老婆 他常叹了一口气 坐在沙发上扶额 我婆婆还在哭诉中 这是她的拿手好戏 尤其是面对成僧的时候 所以说人就是多做多错 我弄给你们吃喝 给你们洗衣服 到头来还要埋怨我 我这个腰一天疼到晚 你们有哪一个问过我死活 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在这里家里一点话语 全都没有 我就是个罪人 他声泪俱下 一边说一边还不忘观察 成僧的反应 按理说 平时不到这一步成僧 就会低头了 可这他完全失算了 他儿子气呼呼地站在那 他越说他脸色就越难看 他根本没想明白 他儿子从前那么宽容 这次这么计较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因为以前受到迫害的人是我 康他人之楷谁又不会呢 这次倒霉的人变成他自己了 他自然不会轻易原谅了 这千载难逢的生殖机会 下一次再轮到他 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人到中年的职场 尤其是公务员 更是难上加难了 成僧起伏的胸口 正说明着压抑的怒气 不知道这次他是否能够懂我的感受了 不过不重要了 感同身受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再说 像成僧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根本无法跟任何人共情 所以他说出的话也更伤人 只见他对着他内哭的 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说 我总算知道 哥为什么要带着嫂子离开家里了 这一句话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公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婆婆停止了哭泣 她用颤抖着的双手指着我老公 骂道 成僧 你讲的还算是人话吗 你跟你哥一样 都是畜生 为人子女 对父母不孝不顺 天理难容 我对你们不好吗 你跟你哥 我哪样不是面面俱到 到最后来我倒成了大恶人了 她又指着公公说道 你就惯会做好人 家里就我最坏 她雨露均沾地骂我 还有你 徐叔叔 你别以为自己挣两个臭钱 你爸妈有两个臭钱 就在我家得死 我告诉你 咱们老成家 没你说话的份 大吵一架后的家里一场的安静 直到后半夜 有人砰砰地敲我们的门 公公的声音传来 萱萱啊 你起来一下 你妈嘴好像张不开了 程森呼声比他爸说话的声音还大 我赶紧把他推醒了 一家人匆匆忙忙地跑去了医院 一看是智齿发炎了 过了几天消肿后 我婆婆就把那颗智齿拔掉了 耐牙的位置不太好 拔的时候缝了好几阵 半边脸都肿起来了 话都说不清楚 更别提吃东西了 第一天晚上我买了鸡爪 指着那鸡爪问我婆婆 妈 这是您喜欢的那家买的 吃俩 他摆了摆手道 我嘴巴张不开 吃不了 你吃吧 第二天晚上 我蒸了螃蟹 问我婆婆 这您总能吃了吧 他摇了摇头 你吃你吃 我真吃不了 程森那天下班晚 带了点烤串做宵夜 我一边吃 一边招呼我婆婆 妈 烤串呀 楼下老张的 您平时可爱吃了 我婆婆把手中的杯子 重重地放在了茶几上 走到我面前 口齿虽不清楚 但声音巨大的 徐叔叔 你是不是存心的呀 你明明知道 我吃不了 为什么要一个进的 窜多我吃 是想看我笑话吗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说话 昨天我就说了 我不吃我不吃 我就说你这个小妮子 从来都不安好心 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说完话 他可能是觉得牙疼 一直捂着嘴巴 眼神却一直 恶狠狠地叮着我看 那样子 仿佛要把我吃了 这次程森总算 没有货悉尼了 他望着他妈说道 之前你不就是这样 对叔叔和嫂子的吗 嫂子说了 孩子卖肤过敏不能吃 你非要喂 叔叔说了 不能吃发物 吸肉会复发 您做了一礼拜的秋茄子 叔叔说了 不能挨阳眉 您非要用装阳眉的碗 给他装饭 怎么事情到您身上了 您立刻就发飙了呢 你看 程森什么都知道 他心里一个明镜似的 他明知道你生气 明知道你憋屈 他就是看你挣扎 看难受 只要不伤害到他的利益 他可以理直气壮地 当个哑巴 等他感受到 切腹之痛时 他会化作最利的刀 把矛头指指 那个伤害他的人 幸好 我早已看透了他 或者说 其实我应该感谢我婆婆 她像是我这段 婚姻的试金石 让我清楚明白 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想 我已经做好了 离开的准备 我绝不能跟这样的男人 蹉跎一辈子 这一生 我还有很多事情 都没有经历过呢 我还没有怀过孕 还没有生过孩子 还没试着 当一个好妈妈 这样多的阶段 我如果要跟眼前 这个男人一起度过 我都不知道 我会经历什么 我想 爸爸妈妈会理解我的 等忙完生殖这段时间 我是时候要离开了 是时候 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没过两天 好不容易牙消肿的老太太 去做了个全身体检 查出来了13项一场 这一下 可经到她了 赶紧召集儿子儿媳 和老伴开家庭会议 小辈一个没来 只有我这个倒霉蛋 正好在家 我拿起那体检报告 看了下 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一堆 最严重的是 有个子宫肌瘤还挺大的 医生建议手术摘除掉 或者直接把子宫拿掉 老太太眼泪直流 诉说自己为这个家 付出了许多 到老了生病 居然无人问津 老大不接她电话 老大媳妇把她拉黑了 老二加班没回来 她对着我说道 叔叔 这次妈生病 你得请假下来照顾我吧 我公公赶忙到 我请假吧 叔叔正事业上升期呢 请假不好 我婆婆朝她翻了白眼 你去不方便 我不要你 妈 如果你觉得爸去不方便 那就请个女护工 叫你儿子出钱就是了 什么 我有儿有女的 凭什么请护工 见我没搭话 她指着我义愤填音道 你从嫁进我家第一天起 我就把你当闺女看 没想到我一生病 你就是这副嘴脸啊 徐叔叔啊 果然是患难见真情啊 我老公公还在试图打圆场 叔叔刚刚升职 现在年轻人工作多不容易啊 我不管 她要是不请假照顾我 我就叫我儿子跟她离婚 不孝顺公婆的 叫什么儿媳妇 在古代 她这种既不肯生孩子 又不肯做家务的 不知道被修了多少次 还能在我们这样的人家过好日子 我松开录音箭 把这一段发给了承森 然后当着他妈的面 跟他发了语音 你妈让我跟你离婚 明早咱们明正举见 今晚我回我爸妈那边去了 我前脚刚到家 承森后脚就到我家了 她陪着笑脸 跟我爸妈说了许久的话 还伸手过来拉我 央着我跟她一起回家 她本来还信心满满 后来看着我一脸冷漠 她也有点不耐烦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呢 我都来给你道歉了 也亲自来接你了 难道你要我妈一个病人 来给你道歉啊 你不会以为我 跟你提离婚 是在你面前拿桥吧 承森 你是不是对我也太不了解了 我说离婚就是真的离婚 你妈说的话 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跟你离婚 完全是因为你妈吧 她拧着没道 那还能因为什么 我妈那个人是不怎么好相处 但我后来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吗 你那是站在我这边吗 你那是因为你不能生殖的气还没消呢 借着我的事情跟你妈撒火呢 等撒完火了呢 你跟你妈又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 我呢 我就是个罪孽深重的 影响你们母子感情的恶忍 承森的声音高了起来 那你叫我怎么办 那是我妈 我哥已经不理他了 难道我也不理他 那不是逼死他了 我爸听到承森的语气不太好 也有点不高兴了 行了 跑到我家来跟我女儿大小生了 你也太拿着之机当回事了 你妈妈生病谈离婚 确实不太合适 你先去医院照顾你妈妈吧 你跟叔叔也都冷静一下吧 承森回家的当晚 我就把离婚协议发了过去 考虑好就签字 你妈出院 咱俩领证 过了好几日 我妈从医院看望承森妈妈回来 她拉着我 讲了好半天八卦 我去看了你婆婆 就你公公在那 我听隔壁床说 两个儿子儿媳 一个都没去 电话都没打一个 有点凄凉的哦 听说还是把子宫拿掉了 医生都说到这个年纪了 拿掉反而比较保险 我妈看了我一眼 才继续说道 在那跟我说你坏话呢 我说你在家的时候 就被我养得娇滴滴了 总不能去她家吃苦的吧 又过了几日 我妈神神秘秘地跑到我房间 听说你那个大嫂回来了 带着你大侄子 去了病房连哪个 是她奶奶都不认识 给你老婆婆气的话 都说不出来 你婆一开始还拿桥呢 以为人家是来看她的 结果人家是来签户口 因为你老公公 在医院陪护没法回家 人家只好来病房拿钥匙 你大嫂一句话都没跟她说 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说是看起来比杀人还冷酷 我跟这位传说中的大嫂 只在网络上 有过短暂的交流 听到她这种态度 倒也不意外 毕竟她一直对儿子 差点被喂面粉这件事 耿耿于怀 她的原话是 第一次为米户 送进RCU的时候 成林妈就站旁边看着呢 很难怀疑 她不是故意的 我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成孙最近这几日 总往我爸妈这边跑 我并不怎么搭理她 知道她来了我就加班 她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回 所以一般最多到八点 我爸就会撵她滚蛋 你不走叔叔都不回来 太晚了不安全 打电话一概不接 发信息只问她妈 什么时候出院 她发长长的信息 跟我忏悔 最后来了一句 我为了你 都没去医院看我妈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太典型了这男人 明明是她怨恨她妈妈 将她的生活搅得一团乱 自己不愿意面对她 却要把锅扣到我身上 太可笑了 越是时间长 越是经历事 才越能真正体现 一个人的本质 我爸终于也不再 为她说任何话 做任何解释了 她说离了吧 我女儿离了 谁都能过 成孙妈妈 可能是知道了什么 硬是在医院 住到医生 劝她回家 她在病房没事情做 就整天打电话给我妈 一边诉苦 一边劝说 希望我妈说服我 千万别跟她儿子离婚 我家老大已经不理我了 萱萱要是再不理我 我还要不要活呀 你跟叔叔说 等我出院了 我上门给她道歉 给她磕头 给她下跪 都没问题 千万不要跟萱萱离婚 她在微信上给我留言 声泪俱下地跟我道歉 求我千万要给她儿子一个机会 发了两天 我就把她拉黑了 过了没两天 她出院后 跑到我家里来了 带着许多补品 坐在我家沙发上 跟我妈说 亲家母 今天叔叔不跟我回家 我就在你们家不走了 我爸妈被她这个操作惊呆了 赶紧打电话给成孙 让她来接走 她的温神母亲 成孙打来电话的时候 不耐烦 已经冲出天际了 你去叔叔家做什么 你又想干什么 我来帮你劝叔叔回家呀 你怎么这样子 跟你妈妈说话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回家去吧 等我有空了去看你 说到这她就哭了起来 有空有空 我住院到出院 都半个多月了 我连个人影子都没见到 我不走 走了你跟叔叔就要离婚 离婚了 你就更不会回家了 成孙被她气狠了 立刻道 离 我马上就跟她离 你别待在别人家 或或人了 本来以为还要有些 波折的离婚 竟然因为她妈妈的搅局 变得顺利起来 签字的时候 成孙还有点犹豫 可她又想到什么事的 飞快地签了字 临走时 她问我能不能拥抱下 我冲了摇了摇离婚症 大步走了 过了很久 成三给我发信息 问我为什么 不能像她嫂子 跟着她哥那样 坚定地跟着她 我没回她 她至今连这个问题 都没想明白 婚姻这玩意 她是一辈子都过不明白的 就像她这永远 生不上去的官职一样 她刻薄母亲的名声 传了出去 连自己的母亲 都不尊重的人 谁敢给她机会呢 后来我还听说 她妈妈因为见不到儿子 也见不到孙子 在家里整日整夜地哭 哭坏了眼睛 不过我想 这种日子 她也是乐意过的 毕竟这种日子 是她自己选的 前夫在官场苦苦挣扎 只为那五千块的工资 婆婆在家里夜夜提哭 只为儿子的回首 我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